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人民政府来承办的一项世界性的智力运动大赛 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名参赛棋手 在桥牌 国际象棋 国际跳棋 围棋和中国象棋 总共5个项目的21个小项中展开了角逐 经过9天的激烈争夺 最终中国队是以6金6银位居奖牌榜的首位 俄罗斯队与荷兰队分列二三位 在围棋的项目中 韩国的崔哲瀚九段是夺得了男子个人冠军 而中国的李赫是获得了女子个人冠军 在混双的决赛中 韩国组合崔哲瀚与崔京 战胜了中国组合姜维杰和李赫 这样在围棋项目中 韩国的崔哲瀚是独得两金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说过了这个国内的赛场 我们再来看一看国际的赛场 第七届英式杯五番旗的决战 日前是在新加坡 也就是12月的22号 进行了第一场的比赛 我们中国的90后小将16岁的范廷玉 直白是不祭典战胜了韩国的90后世界冠军朴廷环 本局范廷玉是续盘领先 此后在智孤中又是妙手连发 反将处于攻势的嫖婷环击溃 堪称是完胜之局 又见英式杯 又见新加坡 回想23年之前 当时我们是英式杯的第一届的决赛 就是在如日中天的聂魏平齐胜 聂九段与韩国的当时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曹勋炫九段之间展开的 聂魏平九段是在2比1领先的大好局面下 就是在新加坡 就是在最后的两盘棋 接连的失手 痛失了英式杯 而曹勋炫在捧得了英式杯之后 也是率领着韩国围棋异军突起 刮起了一道强劲的寒流 这道寒流可了不得 一刮就是20多年 期间也是一度席卷了所有世界围棋打赛的桂冠 时隔23年之后 我们的90后小将16岁的范廷玉 与韩国的90后19岁的朴廷环 又一次站在了英式杯的决战舞台上 新加坡又将见证历史 见证传奇 这场比赛 不论是谁胜谁负 都将会站在中韩两国围棋的一个新的制高点上 好了 聊过了一周的奇人奇事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上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贾倩出段 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是2012年金力智能手机杯 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的最后一轮的一场焦点之战 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贵州百灵的十月与杭州苏博尔的联校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各位奇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盘棋呢 是2012金力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最后一盘的对局 由十月五段对联校四段 各位奇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欣赏 2012年金力智能手机杯维甲联赛的最后一场 那么关于这一场比赛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回一看 这个比赛呢是于2012年12月8号下的 是吧贾倩 那么既然是回一看呢 关于这个比赛最后一场结果 之后的一些数据 贾倩咱们能不能给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个就是整个战斗了一年的 金力智能手机杯的比赛 前六名的排位是什么 前六名的我想大家经常关注这个比赛的奇友 也肯定知道冠军是重庆冷酸林队 他们是第八次获得这个维甲联赛的冠军了 然后呢比较比较郁闷的可能是第二名的贵州百灵队 他们也我觉得他们也很不容易 能拿六次亚军 是是是就叫一队之下万队之上 对 然后呢第三名是就是今年的新的升班马 浙江建设银行队 三甲 对他们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今年那个外援表现非常的出色 就是全部出战时长 然后全都取得胜利 取得胜利啊 真了不起 然后第四名呢 第四名就是有一点 我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我们的老盘静女 北京就是中信北京队 中信北京队 对 他们第四名 对 他们实力很强劲 实际上他们夺取冠军 大家一点都不会意外的 对 我觉得如果不是得冠军 至少要在前三名以内才算是他们的正常发挥 但是就是今年由于浙江队的一军突起 所以说他们只能遗憾的得了第四名 第四名北京 中信北京 对 第五名呢 第五名是大连上方横业 大连上方啊 也很了不起的一支队伍 第六名呢 第六名是苏尔杭州 苏尔杭州啊 行 那么战斗了一年 这六支队伍呢也排了座次 此外呢 那还有一个话题啊 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番棋 十月队联校这两位呢 都是我们中国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职业高手 甲与时日 他们夺取世界冠军 我们不会意外的 那么他们两位实际上 在我们这个金利智能手机 被维甲联赛闭幕的时候 分别也获得了个人的特别奖 甲嵌都是什么奖 十月呢 是主将奖 优秀主将 他的主将胜局是十三局 然后 然后联校是通过网上投票 齐迷的投票得了两项奖项 一个呢是最具人气奖 然后另外一个是新秀奖 可能是由于他的年轻 在年轻棋手里面发挥比较出色 很了不起 而且这个奖呢还是高奖金的奖 是的 行 有了这些介绍之后 我们现在再来欣赏他们两位之间的这盘棋 就挺有意思了 行 那个甲嵌我们就看棋吧 这个棋呢是十月是直黑 是吧 这盘棋呢 也算是比较 就是因为对于贵州队来说嘛 他们最后一盘的时候 如果说就是之前比他们领先 就是比分领先的那个重庆队输掉的话 他们还是 有夺冠的可能 还是有夺冠的可能 所以说这盘棋也是比较关键的 对 比我们在这很从容的摆 这盘棋的时候 显示的这个氛围啊 要紧张激烈许多 行 十月是中国流 联校 那么这盘棋对于联校 他们这支队伍来说也是 还是价值也是很高的 是的 是吧 好 接下来会有一个问题很好 这个棋我们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画面很好 这个棋很像模仿棋 哈哈 他对 至少是右边和左边长得一样 非常幽默 接下来呢 我将提个问题啊 贾倩你看 现在呢 上边和下边都是大厂 上边的大厂呢 是两个星位座邻居之间的中心点 下边的大厂呢 是两个小木 它的背后 左邻居的这么一个中心点 样像呢 都叫中国流 请你告诉我们广大的旗友 你认为上边这个大厂和下边这个大厂 对黑棋来说 哪一边更大 为什么 这个问题好难啊 我觉得可能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问题 对 这个可能还是看黑棋 对哪边的掌握比较好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这边什么拆一个 可能以后有挂脚 但是这个挂脚我就不太喜欢这个方向 这个我是故意的啊 提这么一个无解的问题 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假如我们中国流搬一个家 搬成这样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吧 经常出现的 这两边呢 就还真是接近于对称 对 两个价值一样嘛 是不是啊 那么他们两位呢 年轻人下沉了这样 事实上呢 因为这盘棋我已经看过了 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呢 我还是想先说一个 这盘棋的主题词 这盘棋的主题词 假象我觉得它主要是一个 这个虚路棋和实路棋 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主题词 刚才我提问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所谓虚路棋当中的一些内容 虚的 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这个虚和实呢 如果我们用生活来比喻 这个不是很恰当 不是很恰当 但是我给我们广大的企有汇报交流 就是虚路和实路棋相当于 就是围棋盘上 这个实呢 当然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它是最重要的 相当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一 实 柱 就这三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你脱离了这三个东西 说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方面实 但虚路棋的意义在哪呢 虚路棋它包括的内容 就是包括行其的方向 逻辑 韵律 这些内容 它不是一实柱 这三个这么重要的 可是它也很重要 严格的说来 虚路棋和实路棋 我的感受是不能够把它割裂开 来分别的来看 它是应该有某种连续性的 虚路棋对实路棋 会有很好的辅助作用 说不定还可以帮助它升华 那么您说的虚路棋 相当于生活中的哪部分 就是在一实柱以外的东西 如果用绝对的方式来比例 我这样想 请大家指证 我这样想 就是你一实柱都解决了 但是你只有一实柱 这三个内容的话 实际上你这一生 也基本上等于白活 可是你没有这三个 当然你根本就活不了 那么维棋盘上就有这个意思 结合棋利再来说 就是叫怎么说 续盘阶段 尤其很抽象的格局出现之后 本局这个局面就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们也专门选了这盘棋 这些虚路棋的格局 它是什么呢 你如果就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维棋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确实有这么一个趋势 就是虚路棋的价值锐减 是 实陆棋的价值这个斗针 因为你一杀气的时候 你那些虚的都没有意义 是不是 但是假如我们把维棋 更立体地看的话 它是因为是一个文化 它的很多的意义 实际上是在胜负之外 从这个角度去看 你就发现我们广大的棋 如果有机会来品味一下 这个虚路棋是非常有味道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虚的话说多了 大家都说晕了 黑棋十月走了这个 那当然连校很有幽默感 他又走了这个 你认为这个大 我认为这个也不小 接着黑棋是挂 这个都叫 说到模仿棋 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纸黑的一方和我下模仿棋 第一手走在心位 然后是不是 走在天元 你的意思是 对 走在天元 然后是不是有一个破解的办法 对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你先下了一招棋 放在天元 如果它不能够很好的发挥作用的话 你这一招棋的投资过大 但这个有点离我们这盘棋主题太远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交流 但贾倩棋这个问题好 我觉得很多棋友可能都比较怕对方 跟他下模仿棋 模仿棋是另外一个话题 行 我们看这个 这个不是模仿棋 好 下成这样之后 黑棋单关手脚 那么连校走这个 是吧 十月就跳 然后连校又守这个 这个画面已经有很多故事可说了 但是我们结合他们的招法 接着往下看 这个虚禄棋的意义 我刚才给大家报告了一下 它是跳的这个 是吧 这个我们接着再看 要结合实力再来体会一下 等于我觉得 因为它虚禄棋和实力 连在一起的 贾倩 就像我们的一般的生活的需求 实际上和精神的需求 也是连在一起的 你不能逼着我来选择 你是要虚的还是要失的 要虚的还是要失的 是不是 如果下围棋要逼着你选 你究竟要失还是虚 他们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只能要失 只能要失 是不是 生存还是毁灭 就相当于这样的问题 行 我们接着看 我们结合这个来看 那么下边一招棋 白棋飞了 黑棋跳 白棋飞 王老师 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假如说大家都是虚的 那是不是就是先打入的一方 会比较吃亏呢 它这个也是一个原则性的 笼统的一个指导方针 但是飞绝对 你比方说现在这个局面 考虑到黑棋一跳 和白棋这个飞的交换 黑棋有某一点点占便宜的可能 它便宜了什么呢 便宜了以后局势要需要的时候 白棋既有这个 白棋还有这个 那么经过这一招和这一招的交换 至少这两招白棋的下法没了 是不是 它应该有一点点便宜 所以在这我就提一个问题 作为白棋来说 当它跳这个呢 由于我走这个可能被它便宜 由于我接着按照最紧凑的方式下 是这样的 肩顶它要立 然后我这个靠是最紧的 它一扳我再退 其实这个下法也是行的 它再退 这是虚路棋的内容 给大家借此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眼睛所见 全都是实录的东西 两条大龙缠在一起 这个对杀 是不是 所以包括围棋盘上的好多什么 逻辑性方向感这些 简直就没有市场了 就等于你跟年轻人说这些 它觉得你没事吧 可能是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难把握了 但是它对于你的实录器实际上有一种辅助和升华的作用的 两者是连在一起的 行 本来可以这样下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也挺有意思 因为你必须要压是吧 简介 它下一步再搬 接着你会搬吗 还是断 这个也挺有意思 它也可以连搬 因为这有个断 这样发展下去呢 必然成为另外一种虚禄棋 就是是你的大 还是我的大 其实要说呢 我说两点理由 我说一点理由啊 来说明白棋这样下是可以的 看各位能不能接受 这个盘上的线索很多 是不是啊 如果中府白棋和黑棋啊 欲与天公事比高 来争这个头的话 白棋如果有头 那么它和这个配合较好 为什么呢 它便于做成实地 黑棋这个地方 如果有头 它和这个的配合呢 较差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有个火角 如果你这个变成这样的话 情况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呢 我觉得白棋是可以 欲与天公事比高啊 是可以这样下的 但是它没有这样下 这个就不说了啊 因为现在这个棋呢 我觉得我们一味的 就是以结果论 一盘棋下完了 谁赢了谁水平高 一味的以结果论的话呢 会降低围棋的趣味 走到极致的时候 就跟翻一个硬币定胜负差不多 我说走到极致 那么这个乐趣就减少许多 是吧 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呢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虚弱棋 好 走成这样 我们接着看 黑棋下一条十月是这个 给大家摆几招啊 他们年轻人都非常优秀的 好 再挑着这儿 这几招也是属于虚弱棋的范畴 甲嵌 是吧 但是呢 我在看这个棋的时候 我就在这样下 我们比方说把这个镜头 重新放一下甲嵌 把它回放 如果黑棋第一招下这儿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好像选担也不错 也不错 也还可以啊 因为你走天元都行嘛 你当然走这个也不错啊 问题是呢 他下一招走了这个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还能再往下来一路啊 对 而且不要说往下 由于他有空中优势的支援和掩护 他下一招这些都已经闲 效率不高了 有机会的时候他会进去 是不是啊 是 所以他这招是不是亏了 至少效率不高吧 如果不能证明他这招 有什么不足的话 至少这招期缓了 是吧 那么人家跟着硬了 这倒也没什么 这招没有问题 然后他下一招又跳这个 白棋再跳这个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实战一样了 总的来说呢 这两个交换觉得也好像不便宜 就是有疑问 也许便宜也许不便宜 但是这招期和这招的交换 好像有点不是十分满意 由此呢 我引出一个什么呢 当然十月这样下也可以 他还是都是他们都是世界一流的高手了 那么如果用我的眼光来看 这个老同志的眼光来看 这个虚禄棋的逻辑性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当黑棋一跳 白棋一跳 黑棋到这来飘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 我发现这个黑棋呢 他这个下法 介于犹犹豫豫豫 这个招法有点犹豫 为什么呢 你黑棋应该扩张自己 我们说模样对质 黑棋为什么要扩张自己呢 因为他先走一招 他扩张的这个利益可能更大 如果他先走一招 给对方互为模样 他还要先去破坏对方的话 那他的牵手效率 他这个牵手效率就显然 要画一个问号 也不是不好 是吧 你说我就要破坏对方 你管得着吗 是 你说下十路棋 他是管不着你 因此呢 按理说他应该扩张自己 这个你先下一招的意义才有 如果你嫌这个太硬 那么你是走这些 慢慢往前推更好 这个和你刚才 假设你说的这个 大模样对峙的时候 先打入对方的一方 有可能吃亏 有可能吃亏 是不是啊 就扣在一起了 但是这个仍然是虚禄其的内容 就是你 郑郑有词 口莫四箭 说了半天 你杀大龙的时候 人家比你快一气 是不是啊 那还是没有 我所以希望今天借此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好 结果呢 他到这儿呢 我感到他 有些犹犹豫豫 但是他想盯着这个 也不为过啊 作为白棋来说呢 当然白棋有没有的下法 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根本不会理他 因为当他下一步一进来的时候 就会发现 他这招棋的效率 是不是最高 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单间冲的话 他走这个 你这儿怎么会有一个呢 人家这个头还没翘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我下呢 我会考虑这样的下法 走这个再漂这个 或者是单漂 漂这个 漂这个就行了 就我肯定不理他 可以管啊 你正常总是要挡 他在断 就这个断啊 是非常好的试探应手的下法 就是非常好试探应手 贾先生 我们接着看白棋怎么下 白棋他不可能是这个 被打进去了 被打进去了 白给大家看看 这个被打进去了 显然是别了 黑棋可以扩张 是吧 那么你就只能选这个 黑棋和这个 你尝这个 黑棋就顺便 这招棋 这招棋有用 你跨不断他 待会他下一步 顺便又跳下去了 你这两个子的效率 就成问题 好 所以呢 发现黑棋啊 跨断的时候 白棋这个挺头 黑棋就撅出来跟他站 这一代我们一看是黑棋人多 白棋也不怕 他就我就不怕 是吧 这是可以的 你不怕是可以 但是黑棋是可以站的 是吧 这样这两个交换 就是便宜了 这两个交换 当然便宜了 那么白棋 我这 对 他要走这个 走这个呢 第一个这个棋型 我们发现 哎呦 这两个交换好啊 要不然他应该是这个 才围得上 一个是有穿 是吧 还有他现在就走这个 因动而动 又让你动 他才是扩张自己 非常好的棋 是吧 所以本来他富有逻辑的 下方是这个 这个呢 突然飘到这儿来 飘到这儿来之后 很奇怪 下一步这个跨没了 他下 以后是不是 盯着这边下来 对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他走这个 你走这个 然后他再断 不行了 他长 他长了 因为是什么呢 他就是围棋盘上 他的一个 另外一个乐趣 你多一个人 反而不好 我们说人多力量大 有些时候 多一个人反复 你看你多一个人坏了 他跳这个 你现在本来要连这个 你是不怕他攻的 现在你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投资在一个很怪异的地方 仁富于世 完全是资源浪费 这个一塌糊涂 所以多一个人反而不好 刚才人家有的确定 反而没了 这个是围棋的特点 好 这个就是虚露棋的内容 就不说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感到都是一盘棋 但是好像他这个虚露棋的内容 稍微有点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就会有一个弹价钱 上成这样之后 连校 下一步到这儿 阵头 黑棋怎么印呢 都不是很满意 所以他最后选择了一个 这个 是吧 我觉得这两个人 可能跟棋风有关系 黑棋掉的时候呢 白棋就是稳稳地守住 然后白棋掉的时候 黑棋就是阵了 就阵了 就不守了 但是这些也是属于虚露棋的内容 接着下一步呢 连校他就到这儿来碰了 就这个碰呢 是作为实露棋的内容 稍稍就是 因为现在年轻人思想解放嘛 要是过去的老同志一看来 在这个情形当中 这一招棋就没有 大家就不会往这儿想 为什么呢 过去有一种思维钉势 思维钉势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没有这个子的时候可以碰 有了这个子的时候 再一碰呢 自己肯定是愚形 所以老家伙们肯定没有这个感觉 后来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们实战下成这样了 那么虚露棋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被人家反击 会反击不太好 这个也会被反击 一扳了一打 这个不太好 同时这个也不好 这个也嫌虚 那么下什么呢 确实不太好找头绪 不太好找 但老头绪有办法 老马食徒 这个棋呢 第一个当然可以考虑拖鲜 下任何意义的棋 第二个呢 从这一袋来飘 就正因为它大飞啊 拉着胯着 它有缺陷 所以你先问它的应手 投尸问路 这也有缺了 我们看贾倩 因为你这个不能被我靠出来 是不是啊 所以你总是要用任何方式来印 哎对 你走这个 然后它再飘这个 这个斜着斜着飞 继续问你 你不理它 下一步挺头了 我是不是得回这个了 你中府白旗有亏损 但是它有了这两个帮忙 这个就可以下来了 你再斑断它 就一打一卷 你就出问题了 所以呢 这个虚禄旗的这种格局当中呢 先找到一个可能成为线索的点 然后以这个点为原型周围来化圆 就所谓有地方时 这个是非常有乐趣的 了解了这些内容之后 我们再来看它们年轻人可以完全不看这些 然后就 我打一个引号 说他们二愣子就往前冲 最后出现很精彩的结局 也是这样的 那么究竟怎么样好还是不好 这些都不成其为问题 我觉得问题的本质不在这 主要是对我们其友来说 如果能够借此多了解一点围棋的内涵 你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什么问题 贾倩 我觉得 因为我们围棋是非常灿烂的一个文化 你才能够了解 为什么我们过去好多顶顶大名 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一般的这些棋手 跟这些十来岁的孩子一下就要输 要不然你就不可解了 为什么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是不是说明还是现在实的东西比较 对 我本来意图写意 我想写意 提出这个标题就行了 这个贾倩还想挖掘一下 挖掘一下 那说明什么呢 一个是说明过去的其和现在的其有点不一样 它其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个现在由于年轻人他磨练得多 所以他这个计算 就现在这个棋就是我们说的十的棋 它计算的内容分量越来越多 所以你这个逻辑方面好一点坏一点 没有意义 你比方说这个棋 我们刚才说了 老家伙 像我 但是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这样防守 但是换作十月的话 他是不是会反击 没错 我就说年轻人 我们的观念认为 这个大飞 他掉了这个我是一定要印的 不然他把我裂开之后 我不是 这个棋就动虚相印 我就是动不相印了不行 但是我正想说这个 你以为是这样 人家走这了 对 我觉得十月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对 就这个意思 行 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来 作为文章来写几个标题 然后这个内容的展开 你没法把它展开得非常 丝丝如扣 因果关系很有逻辑性 没有 不能这样 因为文章本来就写意的 我们各文章有借此 就像吃这个菜的时候 多一点点口味 是不是 换一个口味就成功了 好 我们接着看 实在是这样 它碰 过去我们看这个形状 想都不会往这想的 就人家就来了 我们接着看 搬 搬 尝 刚才说的 这一碰 必然造成形状不好的 就是这个早期 如果没有这个早期 黑期这样下就是鱼形 有了这早期 黑期高高兴兴就这样下了 那么黑期下一早再一蹲 这个白期这个形状就不太好 但是连校呢 我推测它可能也是对这些了解 但是这样一下完了之后呢 反正这个棋子头绪就增加了嘛 也许它愿意 但是白期有点重 对 没法整形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子 它走什么形都是好形 你比如它随便一拐 这个就是好形 是吧 下一步再一跳这个就行 你有了这个人之后呢 你既不能压这个 你压这个假设你要笑了 是吧 我们广大棋友要笑了 你也不能压这个 那么你下什么呢 你这个棋心下什么 你下不好 有一个人反而不好 就是戒指呢 我觉得给我们棋友啊 报告一下 就是围棋他这一点挺好的 就是说多一个人 如果他这个在棋位 不谋棋正的话 反而是坏事这一点 很重要 以前呢 我们有的时候跟大家聊也是 你说有些单位 它可以养一个人 给你发工资 这些都没关系 只要你不看气就行了 但是它不行做不到 因为你弄一个闲职 有一个岗位之后 它要发声的 它一定要显示它的存在 所以有些时候反而白拿薪金的人 还添麻烦 这个跟我一句话道理 也相通 行 我们接着看 它下边一招棋 多了一个人不好下 反而下这个 接着呢 石月在这个形状的操作当中 也有一些小问题 都下得很好 这个甲线是这样的 这个棋呢 我觉得呢 黑棋这个地方 这个纸现在位置正好 接着下呢 不清楚 因此它现在走这个 宏观上把白棋隔断最好的 这个是什么呢 你出击不如不出击 你看贾倩 白棋 我让白棋再走 你说白棋走什么 我让你再补 这也就是这个 你没得补 你走这个吧 不要说这个切下来很大 还有它待会扎你 你怎么办 哇 还有这么厉害 你只有走这个 不然它把你切断了 那你这个形状像什么样子 全部都多了 是吧 这个也可以 所以这个棋形呢 它形状叫先天不足 它已经补不好了 就是对方已经补不好的棋 你不要去追究它 一般来说 它已经左走不适 右走不适 你去追它 反而给它介力 你不要去追究它 它反而难于善后 好 我们接着看 知道这个道理就行了 这样好像黑棋也不好意思断进来 对 它不用断 它不用断 它倒是拐还可以 这断味道反而不好 对 因为白棋已经没法连了 暂时看上去白棋没法连了 但是当然它还是不走正好 好 我们接着看 白棋 这招棋不错 刚才没有这个子 它不能下这 是不是 现在可以下这 黑棋只能走这个 白棋再跳 黑棋再爬过 这个子能爬过 白棋整形 整形 下一招白棋藏这个的时候 这棋确实被连校就吓出了这个棋的味道 而十月这个冲再拐 就显得有点 太 拘移了一点 另外我们再看中间 我们发现 续盘阶段 黑棋在这一代花了 你看一二三手棋 它这个大模样作战是想干什么呢 就是想中间 这个控制力量 有控制性 而不是扩张模样吗 所以就是你欣赏这个棋局的时候 发现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但是这个黑棋如果想断白棋的话 是不是 哎呦 就没法补 只有这个 哎呦 这个没空 贾倩 他这个没空 还有你这个外边 你本来就不好工 是不是 这一点人家跳过来 这个又是所谓阴阳歌婚小 待会你看他 哎呦 这就是我在接你一个 你怎么连 你搞不好 你中间投了那么多支的棋还不行 所以黑棋十月 这个一定 牙一定要走这个 最后呢 这个以下就是 待会连校发现一个 他早就注意到了 这个突破口之后 这个形势 一下就急转直下 我们接着看 白棋呢 这个跳 这个飞 年轻人他的棋还是比较 比较厉害 飞出去 这棋 黑棋下一招 十月只好顶 他盯着这一带的断点 白棋跟着在印 补一个 黑棋十月长探一身 他刚才错过了这个极锁 现在这一线他不好下 搞不清了 搞不清 所以他就等待一下 上边一围 接着下边一条形势 现在的木树是不是也还 不好说呀 不好说谁好谁坏 白棋这个 白棋的这个潜力都消了 但是好像木树来说 黑棋也不差 对 这个木树没法数 你说这一片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知道这里边是 对 是不是能算黑的 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我们广大的企业也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再看上去 一眼看不清楚的地方 如果你能够稍微深入一点 抓住一两个头绪 一两个线索 然后供自己思考判断 作为依据 作为判断的依据 这个就很好 就是下棋的乐趣 和你欣赏棋聚的乐趣 就提高很多 你比方说 现在我们也是眼睛雾茫茫的一片 不知道 是不是 我们来理一下头绪 第一个头绪 就是我们发现 黑棋在中府这一代做了投资 但是他在中府做投资 下这么多的棋 做了投资 当然一招和一招兑换 他并不是说 黑棋在这生硬的 下了二四六个棋子 不是 因为这招和他兑换的 所以他是五个棋子 然后这个棋子又和他兑换 和外面的黑棋 但总的结果是 黑棋在中间投资比较多 中间投资比较多 如果没有明确的作用的话 他必然的一个反应 就是实控含金量降低 因为能量守恒 你的力量到中间去了 那边上当然差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白棋这些也是没有价值 对 对 是 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一个线索 再看一个线索 就是这个棋型 假签 这个棋型呢 就是作为金银大模样来说 它是一个缺陷 因为四线棋子的连续下 如果外边没有借用的话 什么时候人家进来 你怎么吃啊 这个是吃 这个是吃 甚至假签它可以让你再走 你再走 你没法补完 你补这个全部重复 这不好意思再补了 不好意思再补 是吧 就算让你再补 你补完了 它这又进来了 所以它到处都可以进去 还有它破你的手段多了 这些也是 骚扰的手段多 那么它主要取决一个什么呢 假签刚才说的对 就是这一块棋怎么样 对 我觉得白棋如果在这动手 绝对要保证这块棋的安全 对 换句话说 这块白棋它的性质 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决定一切的 但是它的性质和本质 不能由这个来决定 你又花了一招棋 单管去补了也不行了 你单管补了 你就算掏掉它将来 你全局的时空也不见得怎么样 对于高手来说 说起来有点虚 总之这块很重要 所以当下一招棋 白棋断到这的时候 白棋如果能够把这个地方吃掉 把这个地方变厚的话 这个白棋就断然优势 就肯定优势 因为你中府做的投资没有意义 是吧 边上做的投资就围不了空 那肯定不行 因此连销断到这个 这两个如果黑棋被吃了的话 这白棋实际上也太充分了 太充分了 你随便怎么腾挪 是吧 你随便怎么腾挪 它就把你吃了就行了 对 因此接下来是必然的 但是接下来这个变化 就非常有戏剧性 我们欣赏这招棋的时候 不要忘了 实际上他们这招棋很关键 是吧 蒋钱 不是说好像 因为我们一看棋 只有鼓励 陈耀业 他们下的棋 才是重要的棋局 不一定 这招棋关系到贵州百丁 是不是有可能夺得冠军 是不是 也关系到人家 连销他们那支队伍的成绩 对 他们个人的奖项 个人的奖项 这些都相关的 但是在高压之下 因为我们这个精力智能手机杯吧 这个比赛确实是 我觉得是中国职业围棋发展的一个引擎 这个比赛 由于它的高速运转 它带领了中国棋界的 这个不断的进步 确实是这样 那么这个比赛呢 实际上下到这的时候很重要 但是高压之下呢 年轻的棋手也可能变形 所以续平阶段的虚录棋 恕我直言 下得不太好 但是呢 对胜负影响不大 我们大家也一定记得嘛 要说虚录棋方面 当然叶维平老师就是顶级高手了 但是叶老师说那些虚录棋方面的逻辑性这些 我很怀疑现在的年轻棋手 他们是不是非常用心的听的 我很怀疑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棋友来说呢 多少接触一点虚录棋方面的东西有点意思 然后在虚实结合嘛 再看他们这个实的表现啊 这开始实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只此一图 是吧 这个两个人就开始近身肉搏了 就是不是您说的虚录棋了 这个就是虚录棋 对 这是虚录棋的代表 白棋下一招下地 很显然不能再挡了 再挡咔嚓 就吃掉了 是不是啊 只能糊 我吃之前 我是不是先 那个 为了不被滚打 我先脚打都没事 只要吃掉就行 何况它还可以包装 是吧 就这意思 他说这个 下边一招棋 也是在实陆棋当中呢 我们大家要看的话 有几个关键因素要考虑 但是连校在这就下错了 连校在这就下错了 就是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这四个棋子能不能活 是不是啊 能不能对白棋的脚上造成什么伤害 黑棋的脚上造成什么伤害 第二一个 实际上比这些更想下的作用 我要说是这个 这个有个道理 就是被他捂住之后啊 它是一个连接的状态 这两个子呢 当然他的死活也不重要了 但是对方连接了 一旦白棋从这一出来啊 我主要想借此告诉我们广大的棋友啊 就是普通情况下 你拐一个头 它不大 但是对方投了资之后 你一拐出去 可能造成他两边投资的贬值 或者根本就没有作用了 就像两个骑行要连接的时候 你中途给他穿开 这个骑行我们大家可以做任何想象 所以为什么残扰攻击利害也是这样 他要连接的时候 你给他切开 过去战争年代 两支队伍要汇合的时候 你中间一个狙击队伍 如果把他隔开的话 对他造成两面的伤害 围棋盘上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由于他有了这个字 这点是非常想出去的 因此在右下角这个计算当中 请我们广大的棋友也看看这个骑行啊 白星能不能挣个先手 主要是他的思路 思考方法 我们看见乱杀的局面 有的时候自己不是就晕了吗 就凭着感觉走到哪儿算了吗 但如果你在乱杀的当中 你能找出思路就好了 比方说这个骑行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 我给大家报告我的思路啊 假象我的计算非常差 我的计算非常差 但是呢有的时候会有点思路 这思路是什么呢 第一个我一看见这个骑行 我非常想拐出来 这个拐出来 甚至比救活这四个子的分量更重 它排在第一 第二呢我很想把这四个子救出来 第三个我还想 能不能我采取一个办法 我的思路就有了 把四个子救出来之后再拐出来 对这四个子做某些处理 然后为这个拐出来创造条件 因此我在这一代的思考 我就有思路了 但是呢 这个我们待会可以看到 联校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的表现 是太时常 很快这个局势就急转直下 那么接着这个棋局的进程 很重要的一盘棋 它究竟是什么进程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之后呢我们再来欣赏 好 好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讲这盘棋 对 很好啊 我们续盘阶段 接触一点虚路棋分别的东西 我给大家报告一下嘛 然后这个实陆棋的这个进行当中 我们怎么样来计算 然后怎么样来欣赏 接着看 联校呢 这个地方可能出现了误算 所以它下的是这个拐 一拐这个 十月讲 刚刚您说了这个白棋的思路 如果说想保住这两边 我觉得必须得先把这个脚里面鲜手做活 那有没有白棋 有没有好的手段 有啊 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不是流行歌过去 流行歌最好唱的嘛 你看我就用最熟的方式就冲 你随便走什么 我这个吃了你不行吧 我挡住 最熟的方式我就吃 你这个肯定要吃了 不然我一定你全死了 我不敢这个吧 这个没用 这个我也是提 我这个没有花枪 我都是提 一样 你打这个我也是提 你打这个我是提 是提啊 我是提 然后你再接着走 我也只能这个 你走这个 他把这个出去了 现在就出 对 这已经麻烦了 这已经是打结了 是不是 我这个我不敢开结了 什么 那就打结 你就打吧 但是他这个头已经出去了 这个头出去不得了 因为你断不了它 你挤完了也断不了 我可以把这个提完了 你提完了 你必须提完了下一步走到这 就非常遥远 这一出去 这个中府完全不对了 因此呢 这个棋正常的情况是 他一冲 你必须挡 是不是 然后他一叫吃 你肯定要挡 他再一提 这会儿黑棋啊 这个有负担 长一个是正常的 长一个是正常的 是吧 你长一个 然后他再爬一个 这样你不能走这个了 你必须挡了 这个是正常的 这会儿白棋再跳这个 他就是团吃这个和拉回去一样 必须走到 必然走到一个 接着我们看 你黑棋 这个黑棋就比较麻烦 你一吃 这个是一种 他就拉回去 然后你再挡 他这个都不爬了 你再一挡 这会儿我们发现 至少至少白棋 搬接你得活到这 再叫吃你得接上 而且有了这两个先手之后 我们发现 给大家画示意图 这个用搬接是先手 有了这两个先手之后 待会儿实在着急的时候 白棋一挡 这个可以有后手一只半眼 因为他再一搬一做 就打结合了 是不是 因此这个地方 白棋要是能够最朴实的 一冲一打就完了 这肯定是白棋好 顺便再摆一个实的变化 我单加 单加也是一个 但是最终还是要变成这样 单加 那么黑棋一定是反加 一定是反加 我这个 你走这个的话 他还敢往里面 没有 他也许走这个 他就不走了 也可能 他就不走就行 那我这个子放在这儿 总比他时针放在这儿要好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对黑棋没有影响的话 你比方说 他这马上要飞呢 你挡他这个立线手 他还可以爬 爬我 我搬死 没有 他刚才就可以爬 他现在就可以爬 你加的话 他现在就可以爬 所以你加太加 你必须要吃这个才行 这个是实录变化的内容 我们不要纠缠的太多 大家也晕了 因为某一个变化 如果你不能总结一点点 有引领方向 它的价值的这些内容的话 你光说 这地方应该接 那地方应该搬 大家看完了之后 举一反三的这样的收获 就会少一点 就这个意思 行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 实战就有年少这个拐 黑棋挡住 后来一看 他一跳 只有跳这个 别的都来不及了 是吧 他只能跳 就人家一挡 他再爬回来 这个地方十月 就算得比连校更清楚 他一跳活了 他这块棋活了 他一活了 那么你整个这块棋 就不太好 整个这块棋不太好 你就没有机会去 破他这个 他这个头被封住了 就很危险了 所以这样显然是白棋吃亏 但胜负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连校在这还在纠结 他也想不通 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不走了 外边该走什么走什么 他也想不通 因为连校年轻人 我对他了解不太多 贾倩你对他了解多吗 我只知道 对他的成绩比较了解 但是他的棋风 或者是他的什么 比较少 我是从他棋上看 就是这个年轻人他是非常有个性 这个意志力当然也比较坚强 非常有个性 但是非常有个性的人往往他就比那种没有那么有个性的人容易执扭 容易这个过于的坚持就是偏嘛 是不是啊 就有这个特点 所以他这些应该保留的 为什么要走呢 当然这个人家不可能这样下 是不是啊 这样下他不是有个 是不是有个跳啊 他就不能冲啊 对 他至少跳 他眼位也好一点 是不是啊 一冲嘛 一冲一楼打一楼打嘛 至少这个好一点 人家不会走这个的 所以人家 关键是这个棋型啊 十月走的这个 他下一步马上要加 要么做活 要么度过 所以这个是先手 那么他一挡住 他一跳 人家再一打 他再一扳 人家再一口 黑棋是铁壶啊 壶得很清楚 当然白棋是有半只眼 黑棋这个很妙啊 这个很妙啊 你有那词 这个半只眼 后来关系很大 对 这个大致作 因为你想让这个帮他沉眼啊 你步补没有问题啊 是不是啊 行 那么下成这样呢 好 白棋这块不得不处理了 这一大块棋 这个连下没办法 只好一样 这样呢 这个十月 紧追不舍 这个是十路棋的内容 非常好看的啊 拐痴 他只能 他不得不补啊 只好不断 然后他顶 一挺头 威胁着他的眼位 最后你看这个地方 有这么多手段的棋 这些都是棋的地方 白棋 这一大块棋 被黑棋威胁着 不得已用这样的方式去定心 这个有点像除学者撒出来的 白眼 这个不得已 因为这个只有半只眼 然后发展到这没有眼 这块棋 自己都还没解决好 没办法 只好搬 黑棋顺着他 一招一招地走 这黑棋等于说一手棋都没花 就把这个空船都守住了 对 好 下一招棋非常难受 不得已而为之 还必须下这个 做活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地方挖接是先手 所以他本身 给大家看啊 他这个挖接是先手 但是这个挖接非常损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 这个人家就用这种方式去补 全部是空啊 然后呢 实在着急嘛 他这儿有两个 这有一只眼 是吧 这有两只 这有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只眼 这个地方大概立也是眼 这样就算活了 接这个也是眼 好 这个就算活了 但是这个活了呢 就意味着白棋必须要挖接 必须要挖接 那么这些手段就通通没有了 没有黑棋就全部成功了 所以这个作战呢 毫无疑问是黑棋成功了 但是赢了吗 贾先生你说 黑棋就赢了吗 可能战斗还早 对 如果围棋 他 还有一个这个说法 刚才我说石和虚啊 石禄棋和虚禄棋 也许可以这样比喻 石禄棋呢 它里边的科学化 数字化的内容更多 虚禄棋呢 它就是艺术化 这方面的内容多 就难以量化的东西多 因此这盘棋下到这儿 如果请评委 我们请好多大市级的人当评委 来评这盘棋 就像书画音乐一样 需要评委 因为它不能够直接分出胜负 我们要请评委呢 评委大家一投票 我发现是什么呢 如果有十位评委的话 七位以上的评委会说 现在黑棋有史 是 那么现在棋不用下了 黑棋十月赢了 那么我们这个比赛就过去了 但是围棋是数字好的东西 所以呢 它现在是黑棋好 但是黑棋并没赢 就是这样 我们来判断一下 首先要数一下 从白棋刚才这个镇头 最早镇头开始 然后把整个黑棋的中国流 这个镇市呢 也算是卷了不少的实地 但是 你为什么说黑棋不错呢 我们来数空 就这个地方是十 就挖街式先手啊 十 十二 十四 十四 二十四 二六 三十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十九 五十五 一 五二 这个棋基本上 五十五目没问题 这地方一冲一退 这个是二 四 六 七目棋 五十五目就已经六十二 六十二中府这一代呢 怎么着十目棋是有的 因为黑棋比较厚 就评估十目棋 因为它横着你这两个棋 你说你可以接 人家补一个 下边你这还有问题呢 所以这块棋 凭感觉 凭经验十目 那就已经是七十二了 七十二 白棋呢 你要算十空就只能评估啊 这个很难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十五二十目棋吧 这么多二十目棋 因为三五十五嘛 加这六目二十一目嘛 这个地方你再算就有点偏多 要抬杠的话 你这个是不是有 三三一泡 这还不见得姓白 这二十目 这个地方呢二十目 差不多 是不是啊 四十目算你成空嘛 这三五十五 十六十七十八十七二十 二十目 这四十目 这个地方没目 四十目这一袋呢 算五目起嘛 不能是 四十五目 四六四七四八 就五十目起吧 这块加这块五十目 这个子和它的配合 这两边的配合要换算成钱的 这个还是有价值 但是由于它中间微视的影响 这个地方普通情况下我们算是算什么呢 十五目除以一半 就是全部合围 它这不是十五目吗 它还没有合围 所以它有十五目的一半 刚才是四十四十五 再加十五目的一半 是八目起 五十三目 人家都七十二了 人家人已经过 已经古来西了 是不是 但是还是黑棋的 现在先生还在黑棋手里 白棋 现在该白棋 黑棋 现在黑棋 对对对 现在该黑棋 所以我们这一评估发现 毫无疑问黑棋有事 是不是 所以联系到这一地方非常可惜 然而 棋并没有赢 还是有变化 尤其是现在 我这么一说 我们关心围棋的棋 我肯定知道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超级大师 我们印象中的任何人 各位能想起来的超级大师 他和一位十来岁的小孩下棋 下到某一个局面 可能是 这个大师是优势 或者是至少评委评估 他是优势 是不是 自己感觉也是优势 但是 围棋的虚路棋 它是由出发点到落脚点 都是实路棋 下到最后 突然设计到一块棋 要算死活 我们待会就可以看到 如果白棋这块棋 它是实路棋处理得很好 它是活棋的话 你黑棋要赢它 没边远得很 待会就可以看到 那么接着我刚才 那个假设的例子 某一位超级大师 他就是后来这个死活 他会看错的 因为年轻人天天都在磨练 他很熟 比如三三得九 我这个老子老了 我许三三得八 也许我背 成法九九表 我就背成这样了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就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那么在围棋分胜负的时候 就不行 如果我们可以想象 这个书画 书画 因为书画家 这个字写得很好 它应该是年龄越长 字越好 因为是评估的 是不是 你说王羲之来写了字 他现在如果能够复生的话 他来写的字 我们会说他不好 他多多说说的写出来 我们会说他更好 贾倩你说会不会 所以我就说是艺术和另外 这种实际上这个东西的区别 对 这些反正没有结论 我们大家可以思考 我觉得可以把玩 可以玩味 这个就是维修文化 它一辐射开 一发散开 自然有这些内容 行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么黑棋还该十月下 他说 是不是点这个 点接上 这个你必须要接不能给 然后一脚踹出去 这踹出去 当然这个棋也不能大意说实话 我倒是建议 黑棋要是最虚幻 最控制的下方 是不交换这个 单走这个 就这个最好 就余地最好 因为我下一步再踹的话 我就会这样踹 我就直接这样踹了 最狠 因此他不太愿意的是 白棋补到这 但补到这不是黑棋 非常高兴的事 你中间随便一连就行了 他没法连 连完了你掏起来更方便 然后你中间还要唯空 我要推荐的虚路棋 最好是这样 那么十月他下的 十月的脑子里 是不是觉得 这个白棋还是鼓起了 他还想鼓 但是同时他又想提防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其实变化很多了 我这个就 也不是很有把握 也就说 我们就不纠缠这些了 你比方说白棋可以先叫吃 你这个必须要要 有两种要 你叫吃的晚 他可以走这个 是不是 你现在吃 他必须要要 让你再接 接着演变下去 这一代会有什么问题呢 当然需要一些组合了 就是你这个刺 是不是刺得到 如果你吃不到就像后来一样 假天他一招就可以活进 是不是 一招就可以活进 说不定他这还可以问你一个应手 我就说说不定 你随便补什么 如果他这一招就可以把你吃掉的话 我们不摆这个结论 就是这个也拿下来 这样以后会 这一代还会有些麻烦 而黑棋在这一代 他这个纠结 下下去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如果白棋可以活的话 假天你这下来半天 等于你收了一个关子 但是我这个白棋活了 黑棋还没活呀 所以就看起来咄咄逼人的 非常这个实的棋 刚才我们说的 虚幻棋和这个实实在在的棋 它不见得是最好的 如果它不能威胁白棋的生命 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 你看它是这样 它一扳 它一压一长 你扳一吃 你吃 白棋它也活了 然后你还要拐出去 那你这一代所有的意义是什么呢 等于你收了个关子 对 以前我也想给大家报告 我们看见对方有块模样 非常想把它打得稀巴烂 是吧 那把人家空破了就很有成就感 其实不啊 如果你破了对方的空 没有别的更多的意义的话 你破的这块空的目数 是可以算出来的 这张可以算出来 刚才我们说了 它就是八木棋而已 十五的一半八木 你现在胜利大逃亡 就把它八木破了 但是人家现在还收了三木 这个意思 人家糊了 打入对方大模样 如果不能造成更大意义 对对方的威胁 比方说对它这块 其实它还没有活进的话 它的本质就等于是收了一个关子 那么这个关子的目数 是可以估算出来的 像这个地方我们估算黑棋 肯定不到二十木 既然不到二十木 它这个关子可能还没有这个大 还没有这个大 这个我们就能够理解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要这么黑 非要把你掏光不可 而从外边来飘 你让它补 让它活 你自己退路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反而更好 就这些味道 才能够更好的体会 这个当然 一次两次跟大家报告 恐怕不能够很好地改变 我们大家下期 看见对方要成空 就像拿一个锤子 去把他打得稀巴烂 恨空 是吧 不能改变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是不断地切磋 不断交流 大家会逐渐有这些意识 发现有些对方的空 你让它成 比把他打得稀巴烂 对它的伤害更大 这个围棋的味道就有了 好 我们接着看 下面一刀棋 白棋跳 这个是可以的 黑棋 十月 飞点 对 白棋这个贴 这刀棋呢 是有点问题 也可以说是这盘棋 中盘阶段 中盘阶段 这个白棋的一个重大问题 以下呢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展示 出现了非常激烈的纠缠 这个白棋不贴这个 这很简单嘛 很简单嘛 就是人家要想问我应手 要占我一点点 可能在便宜之前 我总是想先做点什么 所以呢 像这一刀棋 是非常简单的嘛 一次 它不得了 它必须接嘛 那你站着这个 我以为王二就是要顶这个 那我站着这个 关键是 你说你刺有什么作用 要想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刺完了 你贴下去呗 这贴下去还算客气 我客气了 客气 这个 对 这个 这个 这不是就做节了吗 你上班下班 我都给你鼓住 你上班完下打 我给你做一个节 你做一个节 可能这个节会 改善这块棋的状况 那这还要出问题 将来这段点三三 它是怎么死得很干净的 就不知道 这就是实的棋非常辛辣的一面 实的棋它跟虚的棋确实 我们当这些顶级大师大手一辉 说你这个棋不行不行的时候 实的棋就是说我怎么不行的 我们下下看 它就是这个 你看它待会儿这个来了 你怎么吃 你说我是死的 你必须得拿出来吃我的办法 我觉得我们围棋这些意思 因为我们琴棋书画是一家 它既有相同也有不同 所以有的时候 你联想到这些东西 挺有意思 现在我们欣赏这个书画界 这些过去的 传世的名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 也能想到围棋方面的一些东西 一言难尽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棋友 咱们说到这些话题的时候 大家能有一点点共鸣就好 行 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它叫客舟求见 你现在吃完了 你将来说我要去打劫 我再来说有黑棋 首先可以不理你了 第二个特别简单 它一跳就完了 所以这个要顺便吃一下 尤其现在白棋形势不太好 现在好像黑棋在这里面 好像有文章要做了 黑棋 对 十月这个棋它也是黑 它也是很黑 说实话 刚才这个棋 我觉得正确的下法是黑棋飞 白棋刺 黑棋接 白棋贴 贴完了 黑棋第一时间 尖这个 就是这个才是这盘棋的逻辑 所以黑棋要下得好 它要防止你这个东西 如果你一味地下去 被它这一撞过来 这个棋就乱了 那么现在一走这个 黑棋一跳下去 它也很黑 其实除了这个跳 倒是也有些别的下法 我觉得是不是包括 这个地方竖一下 也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这个地方不速呢 假设将来它什么时候一跳 就你这块棋是怎么活的 你是不是要靠这个活啊 特别着急你来靠这个活吧 如果要靠这个活 那就说明 它这个脚上也完全活了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黑棋的 无棋自补 也有非常高的价值 就这个不用下去 无棋自补也有很高的价值 这样它这个脚上就一招补不进了 算了我们看它们实战 结果它跳 进来看非常精彩 白棋必须要切断它的归路 所以连键切断 我们进来看黑棋刺 这个必须要连接 不能讨价还价 然后黑棋再尖 这尖当然白棋也要挤压它的眼位 连销是挤 这都是我们精力智能手机杯 围甲赛场上非常好的作品 白棋在搬坐 让黑棋二路在踹 这个挡住 眼看呢 里边要想做成静活的话 空间还是不够 结果呢 十月下出了非常 近立而行的下法 它是希望你挖断 是不是 然后我在这个先说 这是先说 然后下一步还给它下它就活了 但是这东西一蹲就活了 那么这个连销 他先冲 接着看看这个非常精彩 双方要摊牌 我再重复一下 这盘其实实际上是我们 精力智能手机杯 维甲联赛的最后一场 关系到 可能关系到冠军 肯定关系到这个队的胜负 以及奖励奖金这些 还有名誉地位 非常好 还是退 还是退 这个意味着如果白棋要用任何方式去杀黑棋的话 黑棋将会打吃 有意思 得 你要切断它那个子必须切 外边这两个子必须吃掉了 因此呢 这个又是一个十的棋的计算 思考的内容 白棋连校现在想方设法就是 在你断吃要断我这个之前 我先把外边的工作准备好 然后我待会回过头再去叫吃 接着我们看 白棋当然是冲 那么黑棋退 那白棋在尖 是不是啊 这一尖书你很奇怪 你在干什么呢 最后一看它是防它叫吃了断 防这个东西 好 白棋尖的时候 黑棋十月 它有更多有意思的思考 它还是要瞄着这个 它还是要瞄着这个 那么这个棉校还要做准备 白棋要把这个变成新手 对 它斑 斑的时候来 没有 十月说还压 我还是要断你 就吃完了断 就摆给大家看直观 我们才知道 在有的时候打高手的谱 你不知道它是下什么 它为什么 原来看是这个道理 它还是要断 只要把这个变成新手 它才不能断这个 对 这样一来显然要出奇 因此棉校为什么 我们这还要送死 我们看不懂了 它这为什么要送死了 不明白 现在我们才明白 一断 它卖个苦肉计 卖个苦肉计 你觉得必须要补 是不是 一补 然后下一招一教室 这会儿才叫 徒穷必谢 原来是这样 下成这样 十月是不是有大优的期 或者说优势的期 下成这样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看你马上就被逆转了 是吧 刚才你都觉得很好的 怎么就被逆转了 待会儿再一看 原来这事情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实的期 这会儿虚的期就没有意义了 我刚才那个方式 蒋先生我觉得给大家报告 不见得表达得很好 因为围棋方面 涉及到围棋方面 相关的很多东西 从过去到现在 就没有拿出一个非常正统的 没有结论 没有结论一个什么表述方式 阐述方式没有 但是围棋也不可能有 因为它的特点就确定了 因此我们广大的棋友 我和大家 我希望我能够经常向大家学习 各位也能够帮我们做专业围棋工作的人 给予一些帮助 刚才我这个表达不见得很好 但是算是我的一个活思想的汇报吧 就是说到这个实的期和虚的期 现在呢就是 如果看到这个虚的实的结合像成这样 这一教师这块期原来是这样 这个期当然你要说它死尽了也没死尽 它麦皮结 做麦皮结 但是比较艰苦也是 好像要逆转 但是再等一拍 人家说慢 你这个再坚持一下 再接着看 以下的内容很精彩 我们看 您在那图穷弊现 结果呢 它是相装武剑 意在佩弓 黑漆还有更大的意图 它要戳这一块大笼 怪不得刚才石月在这这么听话 我们接着看 它这是不是看错了 它先顶吧 因为它这要挖断 所以它一顶 我必须走这个 没有没有 它刚才这就做了一个交换了 它刚才压到这的时候 连下并没有去吃这个 挖毡 对 它先把这个挖毡掉 连下是很清楚的 就是石月在想什么 它就挖毡 它就先把这个卖掉了 结上 黑漆石月 当然这个得堵 然后它再去做 对 这个次序要摆好 对 但是你这个次序做到 你以为就行了吗 我们接着看它顶 我顶的时候 你不能这样活 这样活没法看了 这个叫断尾求生 金蚕脱鞘 有的时候也有 但现在不行 因为这个推大了 大尾巴狼 太大了 所以它一定要把这个连上 是吧 连上 那这块白旗究竟是怎么回事 黑旗算了半天 要干什么呢 我们接着看它下一招 哇 这个直接就要点眼 这太黑了 最好只此一手了 对 我们一看 一般说你说缩小眼味 这样 行不行 你走 把这个提掉 呦 这个白旗完全不会了 随便这个一演一做就行了 演一做就火了 那么 同样的道理 当然你提也不行 你冲这些都不行 嘿 人家什么都不走 直接点 这叫兜心一剑 这不走的话 一手 下手 我冲这个 你不走的话 它斑 接都可以 冲这个也是 是吧 斑接最简单 这个眼味就破掉了 所以你必须要用某种方式来护眼 但是你怎么护呢 你比方你护这个 那我就把你这个眼灭了 这个眼灭 我们看 甲芹 你摆一下 这个眼怎么灭 什么都不走 嘿 这个够厉害的 我们看看它走这个 这应该灭了吧 不会了 不会了 读秒的时候多的时候下错了 这个冲 当然这个左右逢圆 这一招也行 这一招最简单 你这个也行 这个也行 这个也行 然后下一步挤住 这个别的铺 乱铺就没必要了 直接挤就行了 所以右边这个也很清楚 它实际上白棋是后手一只眼 换句话说就是 术宇说的半只眼 这有半只眼 这边必须做一只铁眼 白棋还是仙手 叫仙手眼 白棋才能活 但是黑棋一点 你一只后手眼 那就完了 还有这块棋一旦 眼位不够 本来没有这些棋 它这有阳关道 还可以跑 有一条退路 可以车退 但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黑棋已经全部一砖一瓦 把钢筋混凝土的防线 已经去到这了 好 所以这招不行 我们看连校 它最后的一个抵抗是 接这个 接这个一看一下 好像倒是也行 好像你冲这个也行 但是这样 黑棋是不是直接破眼 它也不太好活 对 这样也行 那么最后一招棋 十月实际上下的是一个 十月下的庙 比较有艺术感的一个下法 就它挤到这儿 可以妨碍你这一带的连接 对 就是最完美的一个下法 它一揭示什么意思呢 如果白棋要走这个 我们看它能不能活 那要冲 对 单冲 下一手棋不归了 对 它下一手棋 所以十的棋就要求你 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虚的棋再漂亮 尤其是我 我说我这个下棋经常 现在偶尔下下 跟棋友们下下都经常看错 因为你毕竟手伸了 会看错的 哎呦 你说我吃这个 那完了 这个就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你还叫吃 哎呦 你说我吃这个 人家一揭也不行了 你一定要会这一招棋 这个棋你才赢得了 行 了解了这个就发现 他这一走呢 实际上白棋在这没法 没法走 你看你走这个 人家一杵 你是后手 你走这个更不用说 人家一杵 先手要断 那么你只能不走 只能不走就把这个做好 你走先还是断 哦 对 他下一步一冲倒是也行 一吃也行 稍微有点味道 但是他最狠的是断 你一叫吃 他一连接接不归 嗯 但是这个地方也要看清楚 实际上 这个棋下到黑棋挤的时候 这个连下四段 就不能再下了 头子就说了 那这样十月 这个他是主将战嘛 取得了这一盘棋的胜利 行 总的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盘 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好 我们感谢两位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文明转道呢 到这里 要和大家说一声晚安了 再一次感谢其友们的收看 奇情天下 其乐无穷 各位奇友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